大家注意看,肉酿豆腐都吃过,关键怎么做才好吃? 今天我就把客家老板分享给我的秘方,告诉你,在家轻松做出饭店的味道,建议点赞收藏。 把豆腐切成圆圆的三角形,把中间掏空,肉末倒入豆腐碎,葱花,胡萝卜丁,生抽,盐胡椒粉,一点鸡精。 用我老婆陪嫁的筷子搅拌均匀,然后放入豆腐中,碗中放一勺生抽,一勺长江水,淀粉,鸡精,一点蚝油,把料汁调好备用。 关键一步来了,把黄瓜切成薄薄的厚片。 我每天都用心分享好吃的家常菜,这个视频您就点的免费的小红星,鼓励一下我吧。 下次想做,还能找到我,非常感谢。 锅中油热,放入豆腐,小火慢煎,煎至八面金黄即可。 砂锅底铺上白菜叶,把煎好的豆腐放上去,再倒入调好的料汁,扣盖焖煮两分钟,最后撒点葱花即可出锅。 真的特别好吃,赶紧收藏做起来吧。